好早上六点多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 199.6公里处有一辆白色的休旅车 追撞内线车道的缓撞车 导致了内线车道一度被占用 虽然说这起事故没有造成毁堵 但是呢上班途中的用路人要多加留意了 国道警方目前正调查 离清事故发生的确切原因 要是有最新消息将随时带您一块来掌握